先放下我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在這一大環 我們去了福袍島 福袍橋 漁通園 第二天就是去重島海岸市場 吃了一個很豪華的早餐 第二天就是 首先來了盛江先 然後搭了一程巴士 巴士也是很便宜的 就是10號線在盛江站有的 去了守宮藝村 做了一些手作的東西 然後搭回去 其實這幾個地方我們都有去的 但就不是順著這個圖案的程序 但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全部都在盛江站附近 可以走來走去 你就可以做到 那經常很方便 然後看回秋田 秋田我們又住在這附近 其實根本在這上面而已 然後我們又去了這個美術館 因為我的樣子應該是像文青 文青是要打卡的 這個美術館是很漂亮的 是這個安藤中紅的清水母 很文青的設計 所以就去了打卡 然後再去千秋公園走一圈 因為它裡面景色很漂亮 還有一個很少人去的渡學神社 渡學就是玻璃神社 因為它在山上 所以很少人去 我們就去了那裡走一圈和許縣 然後晚上就去吃了秋田最有名的米棒鍋 好 待會也會介紹一下 最後那一天就是 這個叫五能線 五能線其實是由秋田一路上青森 但其實是這樣可以內陸上去的 特別之處就是 它會特意的鐵路是這樣沿著海的 然後你有大部份的時間 你一是就進入了這個隧道 但其他時間都是看到海的 然後它的設計 那個列車會有很大的玻璃窗 因為那些位置是完全對著玻璃的 然後是超級美的形式 甚至有日本人覺得這個五能線 是日本人一生人一遍搭一次的鐵路 但這個鐵路一程已經要3,800日圓了 所以買這個帽子也是包起來的 大家就真的要去 因為它一天只有3班車 每一班有些位置是不會經的 有些位置是會站在背後 可以多玩一會 所以我們這次玩的方法就有些特別 就是去到某些地方之後 然後我們就站在背後 然後就等下一班 然後再去玩 然後在某些地方又吃了個午餐 然後再等下一班 所以如果本身是由頭到頭到尾沒有停車 沒有轉車的話 應該由早上8點多 就是秋田上車 1點多已經到清深了 但是我們就一直在中間不斷玩 還要在某些地方浸了一個溫泉 我們下車的時候 大約晚上7點多到清深 就等於你全日的行程 就可以很划算和很方便地做到 然後那天晚上我們就在清深 然後我們吃了一間燒肉 第二天一早起床就在清深